我叫王大锤 今天是我来面试的日子 我一定能得到这个职位 这种土费员得私人来跟我争 简直自寻死路 我爸啊 辛苦了 嬷嬷呆 一会儿面试要加油 哼 嬷嬷呆 呵呵 你什么专业的呀 这种态度是瞧不起我吗 真想大声告诉你 大爷我是什么来头 我是美国哈佛大学 进入管理专业 一等奖奖学级获得者 给大爷跪了 但实际上我说的是 我是来向地工 拖拉机学院 守护拖拉机专业的 这眼神看似随意 他一定是在暗示什么 这忧伤的兰花枝 果然非同凡响 一定是线索所在 原来有此 幸好我心思震 一事不扫和一扫天下 这正是考验员工的细机 看我如何轻松应对 不用多久 我就会升职驾新当上 走经理 出任CEO 迎去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想想还有点小气动 为什么他还没流露出对我 难道还另有玄机 不会是要我帮他捡鼻毛吧 这也太恶心了 来经理 放轻松 这个鼻毛还挺调皮的 不 一定不是这样 说不定这是他尊贵身份的象征 我去 没想到这才是终极考验 会为棘手啊 如果我直接上去帮他拉好的话 我来帮你拉拉链 经理 万一他误会我 不是直男爱上我怎么办 可是直接提醒的话 经理你拉链开了 记不上经理颜面走定 还好我足够聪明了 即使智商只有武的傻子 你应该明白 我在提醒他拉链没拉好吧 为什么他不看我 难道是怕我的肖童的姿势 闪下他的偶眼 我这个区都拉帽烟了 你倒是看一眼我说 我叫王大锤 万万没想到 我最终还是得到了工作 这一定是对我的终极考验 不用多久 我就会升职加薪 当上总经理 说任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您的拉链已经拉好了 经理对我的爱 还真是深藏不露